记录健康 为身体把关 欢迎收看健康日记 我是张家芳 肠道里面有许多的好菌跟坏菌 有些人为了要让肠道更健康 可能会使用益生菌 或是一些乳酸菌制品 到底应该要如何挑选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益生菌这个议题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 是信德诊所嘉医科医师 蔡晨彦 蔡医师 江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特别来宾 是联合报医药组记者施静如 江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提到这个益生菌呢 很多妈妈都会买给自己的小朋友使用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哪一项是益生菌的好处呢 第一个是预防腹泻 第二个是预防高血压 第三个是预防大肠癌 我们先来问Joyce 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三预防大肠癌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益生菌就是顾名思义 它就是让你的肠内的好菌增加 所以我觉得也是帮你的肠内的那些 不好的续菌在做蠕动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三预防大肠癌 小韩呢 我的话也会选三 因为像益生菌的话 它可以帮助我们排便顺畅 如果我们的肠道干净了 那就比较不会发生肠道的一些疾病发生 其实还蛮有道理的 雨婷呢 我选一预防腹泻 因为我觉得腹泻拉肚子 可能是因为我们吃到不干净的食物 那吃益生菌可能就会帮助我们排泄那些不干净的坏菌 这样就不会一直拉肚子了 所以蔡医师一跟三都有人选了 我们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目前研究比较多的大概是一 一的话 大概有比较多的实验证 比如说可能可以预防腹泻 那腹泻的话一般来说 有些人如果长期使用抗生素的 那它体内 因为抗生素会同时打死好菌跟坏菌 那你肠类菌种会改变 那有些人可能有一些 肠类有一种叫做困难说算感菌 他可能就会滋生 那这一类的人的话 他可能拉肚子就会比较多 那有的实验是说 如果这时候给他吃一点益生菌 对他的腹泻是有帮助的 然后再也就是有一些感染性的问题 如果你吃到不干净的食物 食物中毒有点腹泻 对对有一些病毒性的感染 或是细菌性的感染的话 造成的腹泻的话 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帮助 那像高血压 高血压跟大肠癌的话 这个其实在某一些实验室 或是动物实验研究是说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目前还没有说 在人体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证实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答案 其实是医预防腹泻 对 提到这个益生菌 就近几年来非常的热门 像蔡医师到底什么是益生菌 然后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好菌的增加吗 其实益生菌就是我们人体 其实有很多细菌是跟我们一起共生的 那当然很大一部分是在肠胃道的部分 那我们肠胃道可能大概里面 如果说有100支细菌的话 大概有80%到90是属于好菌 10%到20是属于不好的细菌 这是以一个健康的正常人来讲的话 那益生菌顾名思义就是说 它对我们身体是一个 就是有一个健康平衡的效果 它对身体不会有一个致病的影响 对那基本上这就像是一个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好的居民住得多的话 你坏人要进来 当然它就可以把它排除在外面 对 赶走 对 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对 那现在比较 就是说开始慢慢有一些 这种科学化的研究发现 开始分离出一些细菌 发现说某一些细菌 它可能对于一些腹泻 对于一些过敏 可能会有一些辅助治疗的效果 原来如此 其实提到这个益生菌 除了刚刚蔡医师讲解的 这一些我们肠道的好菌跟坏菌之外 静如它也有一段的历史演进过程 对啊 它很特别 它就是其实人类最早的益生菌 应该是在牛奶或羊奶 他们就是 他们的奶自然发酵之后 那可能它里面就是 就有在里面 所以他们那时候 就是在保加利亚那边的人 他们就把这个优格 就叫凌固的奶 那后来就有一位 那个俄罗斯的那个生理学家 他就去分离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保加利亚的人 都特别长寿 然后他就去分离那些 发酵的牛奶 羊奶 就发现 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菌种 然后他们就把它取名叫做 保加利亚种的那个乳酸感菌 所以就从此 就有人把他这位俄罗斯的 那个生理学家 就叫做益生菌之父 然后就是他们就有 分离出这样的菌 可以这个大量的制造 其实提到这个益生菌 我们现场也有这个观众 例如说小韩 听说你会吃益生菌 然后改变你自己 排便不顺的情况 那时候吃多久 大概是吃大约快半年 效果的话还不错 因为像我之前是吃那种 会喝优肉乳 想说可不可以改善 肠道排便的问题 但它比较没用 那我后来是改吃 那个乳酸粉还有乳酸酶 那就是让我排便比较顺畅 不然之前都可能三四天 再排一次 真的喔 那现在会天天排 现在都比较顺畅 几乎每天 那你现在还有在用吗 现在还有 还是有持续在用就是 但是你觉得排便不顺的问题 至少都已经改善了 对就不会再便秘好多天这样 雨婷 那听说你为了要改善过敏体质 你会使用这个乳酸菌 对像我自己就有过敏性体质 那我会选择乳酸菌饮料可能会比较偏向于有LP33菌的 因为听说有LP33菌可以改善我的过敏体质这样 那像我可能鼻子过敏 皮肤过敏 那鼻子过敏可能就是换剂啊 或者是打扫家里有很多细菌撑满的时候 会整理衣柜 对就很容易打喷嚏或者是甚至会到鼻塞 对就很严重这样子 那像皮肤过敏像我脖子这一块啊 可能自己流汗或者是接触到比较不干净的东西 我就会很容易一片红肿这样 然后就会痒 所以你也不太能够穿毛衣喔 对啊就是可能放太久的毛衣可能拿出来要先洗再穿 对啊 像蔡医师像他们有的人吃这个益胜菌来改善这个排便不顺 或者是吃乳酸菌来改善过敏体质 那到底益胜菌跟乳酸菌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同源吗 那对身体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的好处 其实益胜菌它有分很多种 那一般现在研究比较多的可能是大家有听过比菲德氏菌 然后乳酸感菌类的 那跟部分的酵母菌 对对对 那就是说现在研究比较多的当然就是肠胃方面的问题 那有一些人如果说像刚刚提到的有一些腹泻的问题 或是说有一些大家可能有听过大肠肌躁症 他可能有时候情绪一紧张焦虑 他可能会拉肚子或是便利 便利 那对有些人可能吃了益胜菌以后 发现说对他的症状有改善 但是可能不是每个人吃都有这样子的效果 那再来就是 再来他可以帮助一些消化的功能 像有一些人可能对于一些乳糖不耐 他只要喝牛奶就会拉肚子 对或是说对于某一些食物可能比较消化可能比较不好 那有些人可能吃益胜菌 发现说可能会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对那过敏的话当然是现在很多益胜菌 大家很热门的一个项目 就是到底他对过敏有没有效 那一般来说我们益胜菌里面对过敏 比较可能有帮助的可能是比较常 研究比较多的是这三支 就是龙根菌LGG跟刚他所提到的LP33 那有一些研究是说他可能对一些异味性皮肤炎 或是说有一些过敏性体质的人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一样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 都有效的 对的效果这样子对 然后再来是提升免疫力 因为其实我们的肠胃道 是负担一个很大的免疫的功能 对那益胜菌他现在有些科学家研究 他可能是透过一些可能对于一些身体 细胞激素的调整 那进而可能提升身体的免疫方面的功能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 幽门螺旋感菌的感染 那有一些研究是说 如果有部分的人有需要去治疗幽门螺旋感菌的人的话 他配合同时配合服用益胜菌的话 可能可以增加他把幽门感菌扩清的 对消除的这个比例这样子 对那另外也可能可以降 也可能可以降低幽门感菌在你肠胃之身的数量这样子 对那再来是便秘的部分就像他刚刚讲的 有些人吃益胜菌他也许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啊 然后调整肠内菌种的生态啊 那也许对便秘也会有效果 那再来有一些女生可能常常会有一些 面租菌的感染 对但是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在某些实验是可能有帮助 但是有一些实验可能效果也不是那么明显这样 对所以这个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绝对的 其实提到市面上这些益胜菌 甚至一些乳酸菌的制品啊 浸乳很多妈妈都会买例如说像是多多 或是发酵乳之类给小朋友喝 对但是其实里面还有蛮多的糖分哦跟热量 对因为那个像那个养乐多啊 他大概曾经有像一些民间团体他们去测啊 他就说他里面可能一罐他虽然有菌 可是他其实有三颗方糖 那其实三颗方糖就大概是六十大卡 可是小朋友一天呢大概只能接受八十到一百二十大卡 所以你让他喝一罐那个 他可能就已经吃掉一天大部分的甜的量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你让他养成习惯就是 他为了吃这个他就去喝很甜的东西 那口味可能会就是养坏了 我觉得可能妈妈要争复一下 所以小朋友以后变得越来越爱吃甜的 对 其实益生剧的商品琳琅满目 到底应该要怎么挑选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